監視器清除拍下 穿著紅色上衣的三歲男童 就這麼一個人 往餘溫的方向走去 在餘溫旁玩了起來 當時阿嬤正忙著煮飯 男童原本是在房間裡 誰知趁著大人不注意 他獨自往住家後方 距離只有幾十公尺的餘溫走 直到阿嬤要叫他吃午餐 才發現孩子不見了 意外發生在二十五號中午十分 地點就在台南七谷區的永吉里 大人們四處找不到人 釣出監視器一看 孩子果然掉進餘溫 本來我都在那裡 不知道我們孩子會跑去那裡 後來是大人都在 四季在那裡找 找到一半 釣魚溫的監視器 才發現說 應該掉下去 四季在那裡找 到最後 最後才這裡找到 過點多久了 在1點30分左右 發現幼童病大傷案 送往家裡其美進行搶救 餘溫水深三米 男童被繞了上來 一個多小時過去 早已沒了呼吸心跳 緊急送衣搶救 最後仍然炫告不治 這樣的悲劇 讓家屬自責不已 實在是難以接受 TVBS新聞顧鎖倉 談談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 掌握趨勢 請訂閱 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 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